陈埃落地高宏波被带走调查大仪曝光 铭记点名涉及男竹名额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本期视频我们来聊聊足球 一夜之间因为前竹学副会长 中超公司董事长余鸿成 以及中超公司总经理管钱带子的董征落网了 整个竹坛都乱了套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三月三十日两名男竹民宿范志毅和孙继海 也是分别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 辟谣自己已经被抓的传闻 而在三月三十一日 名记李平康也是爆出了新的大疑 李平康显示更新动态表示 董行的寥寥 一般来说还有几天就退休的领导会被安排去学习吗 随后李平康又是在三月三十一年发布了动态表示 差不多了就是昨天说的那么回事的官先吧 而在被球迷行问是否是唱天黑的那个 李平康也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李平康表示和陈一样这种级别不能顶名了 就等官方宣布就好了 而李平康这条动态也是转发了去学习的那条动态 剑指唱天黑的那位或者并不是没有道理 可是在和球迷互动的时候 李平康也是晒出了另一个球迷很关心的问题 那是就是前任男主组教练 主学护会长高宏波被带走调查了吗 此前在回应蔡振华是否被调查的时候 李平康就表示过 现阶段谁被调查都很正常的事情 不过相比此前的平和 这一次当然有球迷行问 好奇被抓那么多 高宏波怎么没被提拔 反倒没有了消息呢 李平康也是直接回复了球迷 高还是低调点好 不然也难说 显然从李平康的话语里面来看 高宏波目前应该没有事情 但是高宏波应该也是涉及其中 只不过高宏波的事情要看最后的定义 高宏波会涉及到什么事情呢 此前铭记南雄飞就一度爆料 高宏波涉及到兰族的民宿 这也是兰族飞最早爆料的 一个兰族名额500万的事情 当然就一度传出了高宏波被抓的传闻 不过兰族飞特意找人了解了一下 然后回应高宏波还在曝光没有出事 可是值得一提的是 在那条动态中南雄飞也表示 该来的还是会来 两大名记的喊话 让高宏波这边的情况更加扑朔迷迷 高宏波被调查是肯定的 在李平康那一记不然也难说之后 也意味着高宏波未必能够平稳落地 不过至于最终的结果 我们还是耐心的等待 3月31日又到了星期五 这也是有名的欢仙日 或许这一天大一夜将正式曝光了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下期我们再见